好,今天呢就是我们要来看的展Electric Keys 它其实呢是讲我们从关于风驰到钢琴 包括现代电子琴和正细 以及融合演化到电子音乐的这些乐器的展览 那今天你看我后面就是一个比较复古版的双排件 电子琴 那今天还给崇崇带来一个小小的kipo 其实这也是一个纯数字的 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音乐的演化史 虽然它只有一个六百年的历史 但是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 崇崇你看这个乐器可真漂亮 上面还有水粉画呢 你看就是宫廷乐器 它叫Virginal是十六十七时期 就是巴洛克时期的一种乐器 是钢琴的前身 虽然它是这种键盘 但其实你可以看到后面圆里都是这种弦乐 而不是那种敲击的锤子 所以有点像我们中国的古针吧 中间还有这个像琴桥一样的 应该是来调整每根弦它的音调 像这种有点类似竖琴的乐器呢 虽然它连接的键盘 可是我们一般没有办法通过敲击键盘 来掌控这个音量的大小和强弱的 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我好想听它的音色 那接下来这个也挺有意思 它是Red Organ 就是黄蜂琴 那它呢是通过这个黄片空气压出 发出声音的 跟教堂的管风琴有点像 但是呢原力不一样 那像这个呢就是双排阶电子琴 它既然是1955年产生诞生的 它这边有个很大的这个大箱子 其实是它的音箱 哇不可思议 因为我自己的琴大概就这么大 也是两台 那它其实有点像最早的合成器 它除了可以双手一直弹的话 还有包括右脚是个踏板 可以渐强渐弱 还有底下左脚还可以再产一下 像低音的贝斯这样子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现代版的 合成器的出型 因为已经进入电子琴的年代了 所以这里还有很多按钮 可以控制音色和音量之类的 这东西简直太逗了 是不是 像什么东西 像医疗设备 对 感觉像是那种苏联 这一架红色的非常漂亮 是Fafisa Combo Compact 1964年的 是意大利产的 因为60年代已经 嬉皮式运动啊 包括摇滚乐 已经非常的兴起 所以这个时期的电子琴 就越来越成熟了 然后像这一架 已经开始有重金属的音色了 也为后期的这些 朋克啊 重金属铺垫了一下 终于进入到70年代了 我们出现了合成器 这一系列你可以看到 它跟电子琴不同 是它的键盘大概就三四个八度而已 因为它主要是通过上面这些复杂的按钮 来控制这种类似电子舞曲啊 disco啊 创造出这样不同的感觉 而不是在于弹一个曲子了 就越来越像我们的现在的电音发展了 然后你看这些每个旋钮 它像Decade S10都是控制这个声音的波形 其实Synthesize啊 合成器的应用非常广泛 我们以前都听过的 像现在这首超级玛丽的背景音乐 其实都是由合成器 才能产生这样的音色 它并不像我们普通弹的钢琴啊 或者是小提琴 是一种乐器 它更多是一个设备 代替了一个乐队来进行编曲创作 好啦 那最后登场的呢 就是电子琴咯 80后90后的朋友们 已经小时候大多学过这个 因为日本的厂商 像杨马哈呀 卡西欧啊 洛南啊 他们把这个合成器 电子琴画 要比钢琴便宜很多 几百块钱就可以买得到 所以个人和家庭都可以拥有 很多小朋友 也都是从这里开始接触乐器的 讲了这么多 其实虫虫 早就跑到对面去玩互动游戏了 键盘的发展历史 基本都梳理完了 那像虫虫这样子的 生于2020年这个期间的小朋友 未来会有这样的音乐风格呢 还是很期待的 哦 天呐 很累 像任天堂的味 啊 又年轻轻 你还是不会坐起来啊 我还是不会坐起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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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去拿去塞过了 我还是不坐起来 你不去天呗 这可能不是 你不去天呗 你不去坐 好人 你开这个吗 是